我又来到拆解经济的时间 继续有我温水在这里 在我身边是有90后投资经理的阿妍 Hello 大家好 首先亦希望大家可以多点like share and comment 非常之重要 尤其是如果你是我订阅了80元的YouTube会员member的话 亦都是非常之建议你多点去留言 因为你们的留言是会在我另一个的专有会员节目环节 是会读出来和解答你们的问题 这个就是你们的福利 只要你留一百个言 我都会解答你一百条问题 所以每个月都是80元 希望大家就不要洩给我 还有我们亦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在这条片的furnail那里 亦都在caption那里会见到的 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条片说得都不错的话 亦都是欢迎大家上 亦都是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自己的patreon 非常之划算 最近亦都有很多内幕黑幕去爆 投资服务 如果大家想持续每一年都是跑赢大使 本保命的话 就自己 在我们这条片下的caption那里填上google form 就亲自去联络他 这一样东西就关于 他自己的操作 那我就无谓再说这么多了 那我们今天呢 首先呢就要独家认一个 一个 题目先啦 那这个题目呢 就是 之前呢我们都曾经 讲过的就是有一些人呢 在新加坡 汇钱呢 去回大陆的时候呢就出了一个阻子啦 那具体的那个新闻内容呢 那我想就由回 就是 可能我说的一部分截啦 那让阿妍可能做一个 的補充那样啦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 的 在新加坡的大陆人啦 那他们就想将那些钱呢就回回去 给他们在大陆的那个银行户口 那一回回那些钱去到的时候呢 就户口被凍结 那些亲人也都拿不到那些钱啦 那所以呢 亦都去到一个外交的级别 就是有一些 就是几百人呢 是在中国驻新加坡的大使馆那里呢 就去投诉啦 甚至乎是有一些的 就是 举动啦 那当然啦 就不算是一个 新加坡的示威啦 因为在新加坡 你又搞一个示威呢 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甚至乎你在新加坡是 不可以 讲其他国家的政治 那也都是要付出代价 那所以呢 你在新加坡那里呢 他们就算是中国人 都不敢说很多 中国 方面的事务啦 那但是始终 你的钱 汇了过去 被凍结嘛 这一样东西他们都担心 我明白 始终都是血汗钱 那所以都去了 新加坡 就是住 这个 sorry 在中国驻新加坡的 大使馆那里呢 就 就是拿一个 的说法 那这样啦 那所以就 两边都有一些这样的 举动 就是新加坡又有 那中国就 亦都有的 那就两边都在 吵来吵去 那这样啦 那然后新加坡就决定了 哎呀你这么吵就 哎呀 什么都不要做啦 我就 现在暂停了 所有的非银行渠道 去中国的换款 那直接是 整条水呢 或者整个渠道呢 都 都堵塞了 那这个就是整个 新闻的那个原由啦 那而你看到这单新闻的时候 有没有令你想起我们曾经都评论过一单类似的新闻 那我们真的可以超级蒙敌去独家认呢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拆解了整单新闻的内容 其实就是之前呢 不要说新加坡回钱去中国 香港去回钱去中国呢 亦都是有一些的中国户口 是被人家当洗黑钱凍结了的嘛 其实两个situation是一样的 那时候我们已经独家拆解了一些什么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听我们以前的拆解经济啦 那这次呢 只不过就不是在香港回钱 是在新加坡回钱那里发生 但是整件事的来临去密 或者那个核心的原因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想整件事呢 所以说只是那个地点上的不同 就是今次是新加坡 只不过那次是香港 那其实他们这两班人 今次就是一些39名的 求助的辅助啦 那当日香港就是一些 高联会牵头的 就入了六十几个辅助 其实两边这些辅助 其实都希望就回钱回这个内地 但是呢当钱回了回内地之后呢 那其实他们就不是直接 由个找换店 去给一些钱那个 希望换钱那人的大陆户口 他就用了一些人头的币 去给回那个大陆户口 那一站在大陆的角度来说呢 他就觉得这些人头币 是有洗黑钱和有走资的嫌疑 因为其实你看到一些地下钱庄 为什么他们还能生存呢 其实他们的汇价是比一般银行 是抵影的 所以其实一些叫做苦主 或者一些人才会 帮衬这些地下钱庄 其实你会见到 今次新加坡那几间 新闻登出来就叫山立 长城和汉山 其实他大致上的运动模式 都跟香港那些地下钱庄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他们就 meet up了两边的需求 就是香港的一些 的互服公司就meet up了香港 和一些大陆人的就职需求 而今次就meet up了一些 新加坡人和一些大陆人的就职需求 其实两件事的性质是一样的 你站在大陆的角度 就像刚刚所说的 他就永远是觉得 将你的钱进了中国 就因为有些人有走资的需求 他有在外地的地方 有一些的户口 才会完成到整个交易 所以就因为有走资的需求 这些交易才会出现了 所以就在大陆的角度 是必然要打击这件事的 都非常之有趣 最主要是两地的洗黑钱的 complainance的关系 当然这一样东西就很容易上升到 会不会是大陆严打走资 又或者是 新加坡又有一些反制措施 可能就受到美国指示 就会将它上升到一些 国际级的阴谋论 但是你要看回 就是那个 的渠道是说 你新加坡汇钱回大陆 然后大陆是封了那个 大陆的户口 照计你说 走资这一套的说法 或者应该那些钱是要离开了大陆的时候才是什么方法 但现在不是 反过来 是那些钱由新加坡汇入到中国的时候 在中国的那个户口 是出了事的 所以它是没有走资的 反正那些钱是 入到中国 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两地设计那个 洗黑钱的 有点不一致 不协调 甚至乎设计得过高 结果就出现这个 这样的现象 因为 你可能有一个亲人 在外地 找到钱 他都想汇款 去接济 你在内地的 亲戚朋友 就是这一样 他做不到 所以都是 比较有趣的 我觉得 这个就是 就算 亲如香港 现在香港都已经叫做 由自及庆 我们不再是白区 用回共产党 术语 我们是羊区 我们已经是被解放了的区域 香港汇款回大陆 都是有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那你更加难 而 奢望新加坡汇款回中国的时候 怎会无困难呢 一定是有困难的 所以 那个困难也都可能要花点时间去解决 我相信 现在他封锁了这些非银行的渠道 那你就用回一个 相对正规的银行渠道 不是说不封你 只不过 封的那个机会率 可能就会下降少少少 如果你那个 交易是太大额的 太suspicious的 那他也是会有机会封你 例如可能你 那个户口你是 十年都不存一次的 那个大陆户口 那你突然间有一个 第三封的户口 然后你一抓就抓 几百万 可能你平时 海外的汇款 你抓了都是说 三四万 你突然间去到几百万 那这些 比较大额 又或者 比较难以解释 比较好似 可疑的 转仗 有机会出事 但如果你是普通的 有个固定 固定 例如可能你汇钱给家人 你每个月都会 两三万的 那些就可能 小的机会会出问题 但是这个 都是很仁智的 就是仁智的 最难就是 predict 所以他不是一些 很制度化 可以告诉你 就是 发生了 这件事 然后那个机制 是会怎么处理 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在那个大陆的 regime 里面 很多东西都很仁智 他觉得 那一刻有问题 就有问题 封了封了你 你之后 只能够再用方法 去投诉 去解释 或者去申诉 但是这件事 就是之后的事 其实你看到这个big picture 都是对于一些 资本的限制 是越来越严格 就是你看到去年 你大陆那些 个人银行 如果你是提款好 或者是存款好 他都会叫你 解释回是什么事 就是你只要 那么多个五万元人民币 或者 按或者传 多个一万元的美金 都好 他都叫你解释回 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第一点 他就怕你那个东西 那个钱是黑钱 就是你不是一些 走私 贩毒 或者支持处理的 黑包生意 而得到这个利益 他为了防资 这件事 所以就叫你 解释清楚 第二就是 如果你禁了一些人民币 或者禁了一些美金出来 其实你可以用一些 买搬家的方法 去到就这样 就是你一见到的 深圳 其实你 见到很多新闻出来 都是一些 走资的 蚂蚁党 可能收你 几十元 至一百元 帮你走 两万元 离开中国 其实你中国作为一个 现在 防范得走资 这么严重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就一定要打击 这件事 就是你将 他将所有那些 基本的生活的交易 或者所有东西 都转做电子化 而不是实体的人民币 其实 某程度上 原因都是因为你 尽力去防止一些 人民币 或者外汇 逃离了 去中国 那你见到 这次新加坡这个事件 其实为什么要对一些 那些 转钱到大陆银行 本身的币 那个 限制 这么严格 就是因为他们有机会是 花钱的一些 帐户 而这帮 有机会是花钱的帐户 就和这些 刚才我提过的那几家 新加坡的一些 地下钱庄 是有一些 很莫大的关系 或者早两个月 我们提过的 香港的 找换店 某程度上 他们的角色 都是一些 地下钱庄 他们是和那些 走私的操作 是有很大的 拉扭或者严厉 他就为了打击这件事 所以你会见到 未来这方面的 打击走私的操作 是会越来越严厉 或者严重 好那我们也都将这个话题 转一转 就讲一下一些 大家比较关心的 楼市上面的 新闻 中原的工商铺 就表示 他们今次 就明年 预计 第一季 那个商铺的买卖 会跌价 最多三成 这个就是关于 这个 铺市的新闻 他也找了一个发言人 和伟基就说 投资移民政策 推行 因为涉及的金额上限 达到1000万 对于铺位的实际 帮助 就不是那么大 亦都预计 明年第一季的铺位买卖交投 会和今年第四季相约 他也估计 核心的区域铺位 是会有20%至30%的跌幅 民生区 是会更加大的 他预计 是会跌得超过30% 租澳市场里面 王伟基就说 都不是很乐观 因为 流港消费的人数 就减少了 但是预计 在明年第一季的租墓交投 都会有接近1000单 民生区的租金下跌 20%至30% 核心区 都会有10%的跌幅 我想我们之前都会 间中说一下 流食的新闻 有一个特别的见像 就是居住的需求 轻微是上升了的 原因就是因为多了些人 下来香港 而那个需求反映在租金里面 没有反映在买卖市场的 买卖市场的 那些楼的跌势 都已经是呈现了 保持着都是跌 这个都是不能够逆传的 但是 如果你看回这6个月 至7个月的那个租金 居住的租金 在说住的 真是那些光性需求 租金是轻微上升了的 所以现在我都有点担心 譬如我现在 刚刚住的那个地方 都完了死约了 准备 准备进入生约的状态 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 乘机加回我少点租 可能我都要和他联调一下 去谈一下 但是居住就是一个需求 你去到铺又是一个需求 铺基本上都是 好像这位 王瞻所说 行情直直落 关于是在哪一个地区 他就比较悲观 他预计租金会跌三成 当然 铺的那个成交 和铺的那个租 我相信就会更加严峻一些 我想这个都是 很期望的 都是那些大囊影的因素 很多人都不在香港消费 跟着整个经济搞不起 就是油质及平原之后 又好像搞不定等等 这样的因素 我觉得这一类型 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你看到 租楼和私人楼宇的市场 现在基本上跌势已成 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众都觉得跌势已成 就是你明天买是值得今天买 后天买是值得明天买 所以你一定是不会 卖楼住的 那你不买楼住 但你又要结婚生子 那你怎样处理 就一定是租了楼市 你就变相会推高了 那个租金 你会见到 那些优财通 高财通 和优财计划 是真的而且硬 硬斑斑地 将7-8万人 涌入香港 这班人 同样同一个人 他们都会有 对我楼市有个 跌势的预期 因为大陆都跌 香港的情况 都是 不模多样 而且他们初到 贵境 一定是不会买楼先 看定些 当然你会在市场上 见到 有些零星的 高财通的 买楼的 case 但这些 都不会是一个 主流的现象 所以其实他都会 租了楼线一边商 推高了 私人住宅市场的租金 还有你会见到 一些民生的商铺 其实他 刚才就说有机会跌两至三十 其实这个都是合理的观察来的 就是你会见到 阿信奥 和日本食 他们生意都是 做得没那么好 阿信奥今年是 赚了33万 而日本食就是 赚少 过去年四成 而且没有了一些 疫情上的 资助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 就算不是一些 旅游的生意 外流了 就是一些 你买一些民生东西 那些人都会是 光顾一些 那些山姆超市 返大陆消费 都不留在香港 那你变成有这个 的轨迹去进行的话 一些民生的商铺 都会受到冲击 还有 你会见到 一些司拉都会 去光顾山姆超市 就是以前你 成功把一些司拉 运了在 领展那里做消费 但不是 现在司拉越来越吃 会用互联网 会用去 这个大陆做消费 会用淘宝 会用拼多多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令到一些 本地的民生的商铺 刚刚提过的 日本食 阿尚铺那些 更加难去经营的 一个原因 还有 这是第二点 三点就是 你的商铺 永远 对业主来说 它不是去到极端的 成分 都不会 会减租 因为他们高估了自己的 租金的水平 他们永远 你租不起 可能你因为生意做得差 而他又不想 将自己 因为你 只要减租的话 他的股值是会下降 就是我们之前 一些集数都说过 所以 未去到极端的情况下 他都不会 去减租 宁愿 将铺位 丢空 或者等下一手的租客 去到 和他重新再 立个造约 所以你会见到 那个租金的调整 就不是 好像股票的 市场那样 即股票你会见到 可能单日的股票 例如恒大 一日跌 可能四至五成 或者一日跌七成 都会见过 但你 租金的市场 或者 私人住宅市场 会慢慢呈现 一个跌势 就可能 根本月跌 两个percent 然后 半年跌 几个percent 就是会慢慢慢慢地 这样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那些商铺市场 一个比较特别的 一个要点 是 讲到流市 基本上 大家都是受云产 无居多了 很难说会有一些 好的消息 唯一一个小小的消息 就是 与中原打对家的美联 他就说 现在一些居住的市场 即居住市场的 那个买卖需求 他感觉到 这个业主的 信心好像回来 但这些都是 很质性的说法 或者你很难有一个 很确实的数字上面的 的量度 那这一点 我都是 觉得 大家就 继续去观察 因为 我认识的不少朋友 都是保持着这段时间的沽流 刚才阿宜都说到 3号市场 我们曾经 都是 在全香港 叫做比较早期的时候 都在YouTube上面 那里是有一个这样的 现象 是从一个经济 的角度去分析 那我想大家都可以 看回我们之前的 YouTube 那我们亦都去跟进 来的一宗新闻 有一宗新闻就是说 有一些学者的文章 就被落架 那譬如 其中一位的 中国经济学者 李信雷 他在第一财经 发表文章 就引用了中国 月收入2000以下的人口 就大 大约是9.64亿的研究数据 那结果这篇文章 在发布一日之后 就被人下架了 那最主要的原因 我想就是 本身跟大国祸起的那个形象 是相反的 因为我们租过都是14亿人口 那你说呢 有超过一半 甚至乎更多的人 他其实月收入都得过2000元 那就是 和国家想呈现出来的那个鲜明形象 是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那我想就是因为这一样东西 他就这一篇文就叫做比较 难以再在网上 那里阅读得到 亦都叫做被人 落了假 那这一篇文就叫做 上山容易下山难 从需求 执控 经济 那他就用到一些 的图计学的数据 那譬如有用到这个 坚尼系数 就是一个 看回这个 贫富元术的数据 亦都有 将一些收入的分布 做了一个variance 就是我们这个叫做 平方差 基本上都是一些基本的 统计学的观念 那然后他就推动到 就是刚才所说的 原来 就是有2000 元月入的以下的人口 总共有9.64亿的 这个 惊人结论 那结果他当然 这篇文章 也都是要 被人去 占了假 那我觉得 有时候 这些东西在中国 发生 都算是一个 国情常态 那我想 亦都对应回 另一单新闻 就是另一单新闻 就是说到 就是这段 大陆 是不让 那些人唱 淡风 就是总之 你一唱淡风 你是要付出代价的 比如 刘己柏 中国政法大学的院长 他曾经亦都是 就是 发布一些的内容 就是 疑似是唱衰中国经济 他叫那些股民 就不要乱那么入市 那结果呢 之后呢 他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是要被逼 是辞去了这个 政法大学 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的职务 所以就 没了份工 那这个都是 比较 大家都叫做 expected 的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大陆是 想你吹淡风 那么任何你说的 东西呢 你一吹淡风的话 都是会有问题的 那都慶幸呢 暂时呢 这一股的 风潮呢 都还未蔓延到香港 就是譬如你香港 每一天 甚惨啊 又或者 说股市跌到 妈妈都不认得 都还未被人拘捕的 但是就 阿賢你怎么看呢 香港都我想 暂时某程度上的 真话都能够说 或者我见到雷鼎明 早两天都说 香港未来 十年的经济 都是 保持着低增长 其实他都说得比较保守了 其实香港应该是会 可能会 比他说得更加会差一点 但他又不敢他说太多 他都起码说了某程度上 他想说的说话出来 香港起码都保持到 一定讲真话的自由度 但大陆就是 这个刘己铒 他就是 被人夹 夹职务 他不再任这个 中国政法大学的院长 本来他都是一个 学术的人士 他站在一个 可能叫经济学的角度 靠自己的学识 去讲一些真话 但都被人禁热 或者不许说 相关的说话 我记得 早几个星期 都有一宗新闻 就是说 大陆不许 暢谈股票 以及不许 建议人家沽空 我想这个逻辑 都是相似的 就是 他要将 那些钱 由那个楼市 灌回到 股市那里 就一定是 不让这些人 去暢谈 因为始终这些人 在内地的 KOL 都会有一定的 影响力 或者一些历力 真的 令到入市会却步 我想 最主要的逻辑 都是这样 而且都是看谁有牙力 就是客观去讲 胡锡进 他都经常说自己 炒Abo 输钱 你又不见他会付出代价 所以都是 对应 在 这个大陆的体系里面 每一个人背后 都有条线 有一个系统 去支持住 那你是不知道 那些线和系统 哪一个手挂够 强 又或者哪一个 是当时的 比如这个政法大学的院长 他就是 很明显是一个 没什么太大后台的一个人 你去到胡锡进 他经常说自己A股输钱 就不要被人拉 那完全是同一套标准 大阵两个interpretation 这些就是很明显的double standard 就庆幸 在香港这一刻 仍未有那么夸张的状况 那我想 真的大家要继续去识务以待 那我们今天 就和大家探讨 的新文话 就到这里 那也都feel free大家去多点 like share and comment 还有 继续去支持我们这个 youtube at one 那我们有一个80元的计划 亦都希望可以见到你 那如果大家有余力的话 亦都可以支持我的 Patreon 里面有很多黑幕外幕 还有很多知识上面的东西 去和大家分享 亦都有我每个礼拜的独家youtube 还有Patreon的youtube 还有亦都有很多的电视书 是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的 那希望呢 之后就会见到大家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